記錯時間 對 那個真的好可怕 搜山報到的 妳跑到桃園 在 下大雨 然後完全沒有車子 然後我的制服是白色的 真的 好可怕 我等一下下 我懶計程車 一路飆到機場 在飛的時候都還有穩定的男朋友 飛就沒了 我們的行程很好 被掌握 就是被另外一半掌握 對 搬機被取消 然後姐姐就回到家裡 發現就是她的老公跟女生 什麼 段次就載到一個就是 把姓張現在姓蔣的 一個大官員 然後就收到通知 我想說天啊 就是某個公司 一直有拍過那個廣告 叫I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you 他說請問一下 下面這一件就這一意的話 我可以帶走嗎 蛤 你們有沒有遲到過 憲哥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每次在等就搞了 老闆你等報告一下 不可憐啦 跟你講 很簡單 我們據說我前公司遲到 真的啦 遲到 1分鐘1萬塊錢 相當性 真的 真的 就是說比如說1點要飛 你一定要11點到到 類似這樣 玩得滿準確 兩個小時嘛 對吧 兩個小時 總統嘛 會不會到11點15以後 索性就不幹 我已經拉肚子了 拉肚子了 就直接就 或是隔盲腸啊 就說身體有狀況 出車禍 但是要提前告知 撞到人家 記錯時間 對 那真的好可怕喔 嚇死了 結果 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繼承是在 松山報道的 喔 妳跑到桃園 蛤 怎麼來得及 因為我是繼承 對 我就來不及 然後直接就是 在 計程車上面換制服 不是 喔 哇 好厲害喔 就很好 叫他不要看快一點 趕快用開的 用不掉的 妳還叫他不要看 他叫你再換 先不要看 現在我們的公司規定 是可以穿著制服同情 然後結果一出門之後 就下大雨 然後完全沒有車子 然後我的制服是白色的 漂亮 這是透明 那不是更好嗎 不是 這就是透明 那沒有辦法 只好不坐公車 就攔計程車 一路飆到機場 一堆人看不如一個人看 對啊 司機也是不錯 所以這樣講也對 空服員 是不是練琴都不順利 對不對 這是我在飛機上 聽音音姐姐講的 這是說 對 不是我 不是我 對 那在飛的時候 都還有穩定的男朋友 然後飛就沒了 那是蠻奇怪的 對啊 平常我們空服員就是 每個月都是一張班表 每個月都是暗表操課 然後其實我們的 行程很好 被掌握 就是被另外一半掌握 對 因為妳不在就是不在 對 不可能就是突然留著 然後是突然有一次 那個 班機被取消 然後姐姐就回到家裡 發現就是 她的老公跟 其他女生 什麼 帶回來 連Hotel的錢也不願意花了 重點不是在這裡 有的是 男朋友在外站 因為遠距離對我們來說很容易 我們就飛到外站 可以見到他 那有一次就是想要給男朋友驚喜 不是我 是我的同事 想要給男朋友驚喜 一般都是這樣講 對 都是我朋友的故事 驚喜最後都會變驚嚇 驚嚇 真的 對 結果到那邊之後 就發現 男朋友也是跟別人在家裡面 開派對 天啊 雙人趴 看到很多剛上線的妹妹 省吃減用 剛上線的法律配也不高 到外站去 一小時也沒多少錢 然後吃 喝 吃 都要用錢 泡麵 麵包 對 然後就 省吃減用 幫男朋友買什麼 買老公的西裝 對 幫人家 結果幫人家 真的 到最後結婚的時候 喜體還寄過來 新娘不是我 心都碎了 真的 還穿著他那套BOSS西裝 去結婚 天啊 腰太滑了 通姐是不是在國外都 肯定一定有 來 斷斷 有嗎 對 有的時候飛到國外 大部分都是這樣 以妳的外貌肯定是有的 都有 搞得 因為我們一群亞洲女生走在路上 的確就是會很 引人注目 對 對 那我有一個學妹 因為她剛開始飛 所以飛到國外之後 想要體驗一下那種 夜店生活 所以她就叫當地的朋友 帶她去夜店 結果那天呢 你知道我們時差又喝酒 她很快就是有點喝茫了 然後就有一個外國男生 跟她搭訕 搭訕之後呢 他們就有一些親密舉動啊 就是接吻啊 擁抱這樣 但因為她只是想體驗 她不想要怎麼樣 她就是堅決回飯店 雖然說對方只邀約她說 來過一夜 對 結果誰知道她睡覺起來 隔天 她滿臉就是講 濃炮跟紅症 怎麼會這樣 對 因為很嚴重 她長在臉上 她那個是不能飛 她馬上就是 怎麼了 掛幾針 然後那醫生看了也覺得 有可能是病毒 馬上就是檢體檢驗 結果醫生後來就通知警察 什麼事情搞得很大 就問她說 妳前48小時 妳接觸過誰 什麼東西 對 因為她那個紅斑跟那個農炮 是只會出現在屍體上面 哎唷 哇 欸 她跟那個 天啊 日中低喔 她跟氣血鬼叫 上師啊 上師 上師耶 不知道那個男生家裡面有什麼東西 沒有 搞不好 搞不好是法醫 正面的來講有可能 可是你出去的話一定會消毒啊 你不會留著那些病菌在身上 哎唷 他在蹤筆接吻 這個就是我不敢在外面亂來的原因 對 發生病 我現在要講的故事 絕對不是我本身 也不是我公司發生的 那就是 那就是朋友的 你知道 我朋友的公司 他們有飛南飛的開普蹲 他飛開普蹲的地方 這個地方一天飛兩班 譬如說早上一班 下午有一班 然後呢 當天飛到開普蹲 這班的副駕駛人非常非常的帥 那空腹園 其中有一個空腹園 是俄羅斯妹 非常非常漂亮 那一上飛機之後 兩個人就勾搭在一起了 眼神就勾搭起來了 眼神就勾搭起來了 然後落地之後到房間呢 兩個就 就到房間 就走在一起了 就處理起來了 對 但是呢 但是這個女的俄羅斯妹 她自己有男朋友 那她的男朋友呢 就是公司的空服員空哨 然後呢 她只是 因為她空服員去換班 她男朋友換班 她早上飛那一班 那她男朋友下午 要飛到開崩 也飛過來了 去找她 她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她就想到 在她男朋友來之前呢 要趕快趕時間 要趕時間 對 偷魚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她跟副駕駛人就在房間處理完了 處理完 累了 體力沒有憲哥這麼好 累了 最早了你知道嗎 最早完全 完全就忘了 男朋友下午就要來的這件事 直到男朋友來了 想給他驚喜嘛 就也沒打電話 直接去敲門 就一敲門 女生跟男生醒來 哇呀 媽呀 怎麼辦 突然想到她男朋友來了 就叫副駕駛 躲到衣櫥裡面去 天啊 8點檔 對 副駕駛就先躲在衣櫥裡面了 那男朋友就來了 對不對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 男朋友一來 當然就 遇火 情人物火化 遇火焚身 當場要先處理一下 對不對 然後就 就在床上處理起來了 對 但是你知道 那個很帥的副駕駛 剛剛就關在那個衣櫥裡面 對 那就聽到外面有處理的聲音 就興奮 興奮就想偷看 他就把那個衣櫥打開偷看 越看越起勁 那他就 對 因為他這個可能彩虹頻道看了很多 他就想像到那種三批的情節 他就想說 哇 現在處理的那麼興奮 如果我出去加入他們 說不定他們也會 加入戰局 說不定他們會OK喔 你知道歐洲人的思想比較開放 他就破門 破除 衝出去 要跟他們一起三批 結果當然 那女主角就生氣嘛 這怎麼可能這樣子 就把兩個男主角 他們衣服都沒穿嘛 對不對 把兩個男主角就趕出房間 然後鎖上門 就兩個男主角就在飯店的走廊上 就裸體嘛 太精采了 後來他們兩個成為好朋友 因為他們都裸體嘛 兩個人痴瘡都好了是不是 對 不是啦 兩個人就在 就在飯店 裸體在飯店的走廊上嘛 然後呢 就因為有客人 客人就進進出出進出 看到他們 就跟飯店講嘛 就報警 事情就砍砍了嘛 對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喔 我們 不是我們 我們朋友的公司 差點 小心 還好還好 我們也要舉報一下 Hold住了 Hold住了 你還在飛 你要小心喔 公司就派員你知道 而且這跨部門你知道 飛行員的航務部門 最高主管也到飯店去了 空服員最高部門的主管呢 也要到飯店去 就處理還看監視器嘛 就看到兩個男人在走廊上 六條啦 六條 為了這件事情呢 公司還把飯店給換了 會丟臉嘛 對對對 是這樣子 機長跟副機長 都是在追後艙的一個妹妹 對 然後 兩個很喜歡那個妹妹 然後一直換班 跟那個妹妹一起飛 OK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兩個機長跟副機長 感覺很好 對 對 感覺很好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都在試探 試著要追後面那很漂亮的妹妹 結果 你知道 長行段那麼長的時間 兩個已經要互相是情敵了 他就這樣子 蝶房蝶這樣 大眼瞪小眼 好尷尬 對 他出去後面 但是我年輕啊 而且副機長這樣想 結果到最後呢 那個妹妹其實已經有 已經有男朋友了 這個故事還滿有名的 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同時機長跟副機長同時 在追求一個妹妹 有女朋友 然後人家也有女朋友了 是有女朋友 對 請問一下有沒有在機翼上 遇到過耍大牌的藝人 來 講 講 不是遇過大牌藝人 是耍大牌藝人 那個就是比較大的官員 對 然後 因為後來我們家的飛機的機種 全部統一都改成經濟艙 所以我們就覺得 也滿習慣的 就不會有商務艙的人士來 那除非說他可能搬機 是沒有搭到別家航空 就會來我們家這樣子 結果那一次就載到一個 就是 然後就收到通知 我想說天啊 也太大一個 然後就趕快去處理 那大家不知道我們的艙等 全部都換成經濟艙了 所以他就很習慣 就是脫下他的西裝外套交給我 我就雙手奉上 想說 那現在怎麼辦 是經濟艙耶 好 然後我就趕快衝到後面去 把他的衣服 跟我的掛在一起 然後假裝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就繼續 然後他腳痠嘛 就想要跨腳 可是發現 前面就是艙壁了 因為我們第一排就等同於是 頭等長的這樣 然後他說 欸 我說 我也很尷尬 我說 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沒啦 對 不好意思 但是他就很客氣 然後他就又幫我們叫過去說 欸 你們家的飛機 是不是還有更大台的 然後我就 一直都長這樣 然後他說 總共幾架 然後我就大概跟他講 大概有八架幾架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是不是只有 我現在做到的這個班級 比較小 我說都一樣 然後我就很尷尬 因為我知道他 對 然後我就只好盡量 有什麼都給他 那他說 那 就是他想要點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又蹲下來說 不好意思 沒有 然後他說 那你們有什麼 我說 熱茶 熱咖啡跟水 他說這樣喔 我說水 還有 真的太尷尬 這樣子講 然後他就覺得我很為難 他就算了 然後我就想說 很好奇 他怎麼會坐到我們家的飛機 而且坐經濟艙是 第一排 每一個客人都會見到他 就會急急處處說 是他 是他 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旁邊的水戶 說 怎麼會今天坐我們家的班級 我不是跟你講 我們坐哪裡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 也沒有比較快到達 對啊 但是有時候你會不能接受 有時候不能 上海飛那個 上海飛北京好像 對 然後 完全沒有班級的 大爆滿 對 好啦 那就坐到 一邊兩 三排 三排 那我們就擠 還擠到剛好左右各一個 那中間就擠進來 坐中間 坐中間 對 旁邊那個 本來戴墨鏡還推下來 你不是 你不是 他自己還自言自語 演一段 然後眼鏡又推回去 這麼好笑 那我就沒有 已經沒有理他了 已經沒理他 想說不熟的幹嘛 那他 他用這樣看 還看 用這樣看 最後終於講話了 你也有今天啊 神經病 以為你走下坡 對啊 搭個飛機 你管人家要搭你的 都不會很奇怪 但是我不是 不是那個 這樣看他 我是想說很好奇 然後他說是因為 剛好真的 就是憲哥說的 時段的關係 他們必須要搭這一班 對啦 所以只好 因為他們要去安徽合飛 都一樣公車也能到達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Rachel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像 我來講一位明星 他就是 就是某盤雄公司 一直有拍過那個廣告 叫I see you 對不對 I see you I see you 然後在 他在那個 I see you的代言人之前 他是在我們家 當代言人的 真的啊 跟那個 牧村劍先生 然後一起當代言人 這樣子 Anyway呢 然後我就是有聽說 這樣的一個故事了 大家其實看到這個帥哥 他都會很開心很興奮 但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他不喜歡被打擾 所以每一次都是最後才上飛機的 那 飛機起飛之前 不是會有一個 Safety Demo嗎 就是在播放安全示範錄影帶 好 那在播放的時候呢 他也覺得有點好奇 然後就開始摸 摸那座位下面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件 舊生衣 OK好 他就摸了以後 然後 同學 就在看了以後 我們的那個同事看想說 他想幹嘛 因為那個下面的話 是有一個seal 也就是像那個 就是噴火器的時候 它不是會有一個扣環 擦銷 對 類似像那樣的東西 那個如果一摳破的話 其實就等於是不能使用 要更換的 會造成地勤人員的困擾 所以呢 就很小心 就想說他到底想幹嘛 對 結果後來的話 他也沒動作 撥完了以後 他就偷偷的請空姐過來 同學心裡開心了 那同學他心裡想說 哇 這個 金城武要跟你要電話 對 金城先生 酷我呢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很少跟人家搭話 然後叫過來之後呢 怎麼說 他說 請問一下 下面這一件 舊生衣的話 我可以帶走嗎 蛤 然後 對 我同學就這樣說 蛤 然後就說 這舊生衣啊 是不是一人一件 然後可以帶走 我同學就問了一下 跟他說 安全法規來講 如果你拿了這一件 我們這個商務艙就不能賣了 我們要有替補才可以 而且飛去日本以後的話 沒有得替補 我們就下一個班機就不能飛 沒有 我倒覺得他可以洗是很可愛的 其實他是在攀談 很可愛 找事情跟你聊 這就是你能帶走一下 逗趣一下 對 他還問我們同學說 有沒有再多一件可以給他 我腦子想說 有啦 是有多一件 就是在天花板上面 可是我要開電花板給你嘛 想在飛行的時候 請問一下 你們大部分的時間 是不是要睡覺 我來 Auto flight 當然不是啦對不對 不是戰鬥機 戰鬥機你睡啊 你睡睡看嘛 當然不是啦 因為我們有生理需求嘛 對不對 機長最大 機長的安穩很重要 但是機長 對 如果是國際線 不是 長城班 他會輪休 我們有兩組組員 三組組員 輪流休息 你們那個臥場是很舒服的 不是 有房間 有上下鋪 有彈簧床 門可以關起來 對 而且是在機長的最後面對不對 沒有 就在 駕駛床旁邊 真的啊 很舒服的 那邊有床喔 上次空姐怎麼 待會兒到最後那一間 後 機長班的時候 我發現機長都比我們早還要去睡覺 然後起的都比我們還要晚 OK啊 對啊 機長因為機長眼睛不能閉起來啊 對不對 機長如果不睡好 怎麼可以安心帶你落地 真的 注意到安全 300多個人怎麼可以睡覺 對 對不對 是聽說的啦 以前比較 可能比較 紀律比較沒有那麼 驚實的時候 然後就有機長跟副機長 各自約好了 就帶自己的老婆上飛機 然後四個人 就在整個架子艙裡面 怎麼樣 湊一桌打麻將 打麻將 打麻將 我真的沒有看到 先說這不是我看到 也不是我 那不會有聲音傳出來嗎 對啊 可能用那種無聲麻將 不會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是螺絲沒有那麼緊 然後大家就 什麼 我們一上飛機 通常有點累的話 機長如果想睡 我都會先叫副駕駛 立來 立來 Danny來 來 睡一下 你先睡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先睡的話 我會怕副駕駛來告我 所以我都要說 你先睡 他只要眼睛瞇了 他等一下起來我就敢 但是 對 但是 通常 還有這種 但是十次有九 十次有九次 我通常 通常換我睡了 我就說 撐住喔 你千萬不能睡 如果等一下累的話 一定要把我叫起來 那我就睡了 然後眼睛張開 副駕駛睡著 乘客才 對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這個有訣竅的 黑人的刮起來 你看 飛行員很多 戴這種墨鏡 對 你好像黃克林要唱 對 對 這個就是內行 專業 你知道嗎 這個就專業 你知道為什麼 副駕駛 很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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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是啊憲哥 不要這樣 因為大家都已經退休 我是唯一還在線上還在飛的 那你還敢那麼瘋狂 但可能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專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副駕駛如果戴這個眼鏡 專業 為什麼呢 從前面看不進去 他偷偷睡覺 機長從旁邊也看不進去 對 我騙了 副駕駛如果戴這個眼鏡上飛機 我就知道他等一下有預謀了 內行的 可是通常是我自己戴這個眼鏡 了解 對 這個有發生過就是 正副機長一起睡著 去年才發生過 你知道有飛機飛德國法蘭克福 就因為已經要到機場落地了 飛機就一直沒降落 航管就叫他們 都叫不到 軍機就上空攔截 就發現飛行員兩個在架上已經睡著 這麼厲害 對 然後他就自動在附近盤旋 對 在附近盤旋 因為通常是這樣子你知道嗎 我們飛行員都有一個本能 聽到自己的呼號就Cosign 我們就會自己這樣 就彈醒來了 就彈醒來 這是飛行員的本能你知道嗎 除非前天真的太累了 那兩個飛行員就是真的已經太累 已經不知道在幹嘛了 就睡著了